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价钱领是不包括车位的 因为到哪里都很方便了 除非这种户型大的 所以说我们从投资和自住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把它全部出租 其实58万8千是一个差不多这么好的位置 是两个房间左右的一个condo的价位 那它三个房间出租自然有它租金收益的是非常高的 很容易能租到3000块钱以上 3000块钱 那这样算的话我们就有差不多 还会有额外的一些现金流 差不多有1000多块钱的现金流了 那是非常难得的投资 那既然说到投资 我们肯定要了解一下 那投资 那附近是不是有很多人群会过来租这个房子 因为附近的人群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 这个Front Street跟John Street 这属于市中心的Hard Area 就是中心地带了 因为我们走出去这个楼的对面 就是CN Tower 那我们知道CN Tower是多伦多的地标 那另外这个多伦多新开的水族馆也在旁边 那路这个对过呢 也有这个CBC 加拿大这个广播电视台 包括这个Metro Convention Center 大多会展中心 那另外这个Royne Thompson号音乐厅呢 也是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路程 可所谓非常的方便 当场的金融娱乐中心 对 娱乐区 而且是这个西人的主流的这个社会 这个社交社交的一个区 所以晚上的夜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 对 如果是出租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群 会在这边租这里的房子呢 这个是属于多伦多的 Entertainment District 娱乐区 好 那它离这个金融区也是非常近的 那很多五大银行的总部啊 医院的总部啊 这些白领阶层上班族呢 也是在这个活动内 这个区域内活动 另外呢 它离这个Ryzen University多大 也是非常近 差不多20分钟左右 也就可以到达 另外呢 它离我们的Chinatown 差不多也是两三个Blog 这个生活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离我们的Union Station呢 也是差不多15分钟左右 所以可所谓周边的设施是非常齐全 非常齐全 生活非常丰富多彩 旁边有没有超市啊 像这种餐馆啊 有的 有没有 西餐馆啊 酒吧呀 包括我们的TIFF 非常有名的多伦多 这个国际电影节 每年一度的 那也是在这个 这栋楼的这个北边 几个Blog 自己隔资格 所以说 无论你是白天出来活动 还是晚上出来这个娱乐休闲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物业 附近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回到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 它里面的装修啊 户型啊 有什么特点 给我们介绍一下 300Franst Street West 这栋楼呢 它的开发商呢 是Tradell 那我相信大家对Tradell的这个名声 也是早就已经 一般这样的开发商 质量都是有保障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是完全有保障的 所以它整个建筑的风格呢 是欧式的建筑风格 那我们进到房间里面看的话 它这个Living Room Open的Kitchen 全部是这个深色的色调的地板 那它这个从厨房里面看呢 非常简约现代化的构造 它们采取的是比较 这个花岗岩的结构 和这个食材的结构 所以说非常有品质的感觉 那另外呢 整个楼里面的Facility 也是非常的高档 从大厅来看呢 有一种 进去有一种 这个五星级酒店的 这种奢华的感觉 那它有24小时的保安保全 那它这个中间呢 有一个非常亮点 就是有一个这个Roof Garden 这个Lounge 还有这个露天的这个游泳池 那也就是说 特别是夏天的晚上呢 我们可以一边游泳 一边BBQ 一边开Party 还可以看到这个 多伦多Sand Tower的夜景 跟那个闪烁的霓虹灯 非常有情调 可以闪烁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对 非常的舒服 如果是平时上课上班累了 如果回到家里 也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放松一下 我觉得有可能 生活在这种大都市感觉里 节奏非常快 如果是去这些设施 比较完善的这些场所呢 去感受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 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都市的 是 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 是是 那它的管理费呢 是在这个新的这些condo里面 也不算贵 差不多是三毛五分钱一尺 那它这个面积是不到900尺 所以每个月的管理费 也就是360块钱左右 不包括电费 360块 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就是说其中这个管理费里面 是除了电 其他都还是包括的 对对对对对 现在叫价是 58万8千 另外呢 就是这个房东呢 现在就是做一个促销了 等于是说 他可以把屋子里面 所有的家具打包一起买 所以说无论你是自住 还是这个投资 你就省去了很多额外的工作 那58万8千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房子本身 这个物业之外 还有一个车位 同时还包括家具 家具是可以再另外谈价格 对但是他有这个选择权 我们不妨可以到这个物业的里面 去看一下 说不定正好是我们要选择的户型 刚才Sara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物业呢 是位于当堂市中心 我们再次跟随着图片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刚才这个物业 它是一个三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同时呢 这个价钱里包括车位 价钱呢 现在是58万8千 非常合适的一个价位 因为我们知道在Downtown呢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户型 听到的户型 通常都是一房 一个单 或者是两房 那么三房的 其实还蛮少听说的 而且这个价钱又特别的合适 那这个单位呢 目前呢 正在出售当中 而且呢 还包括家具 但是这个价钱里呢 虽然不包括 额外的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可以跟房东一起谈这个价格 那现在这个房子 目前呢 它交通啊 不管是生活呀 都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处于这个Downtown的金融娱乐区 大家 我想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 这个工薪阶层啊 上班的 这些年轻的朋友 都非常喜欢住在这里 如果大家一直在寻找Downtown市中心 尤其是湖边的方圆啊 不妨啊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物业 可以跟我们的Sara联系 到这个物业里面去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入今天的 有问必答环节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